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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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讲多一点关于注册护士和登记护士 其实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就不觉得他们的工作范围有太大程度的分别 其实一般他们都会在不同的工作范围里面工作 绝大部分的登记护士和注册护士 其实他们会比较多在医院里面工作 当然注册护士是被赋予比较多的自我决策的权力 他在工作上也有责任去准备登记护士 相对于登记护士的工作 其实他主要是协助注册护士进行一些工作上的流程 有些不同的 duties 同样地除了在医院里面工作 我自己的experience都观察到 其实登记护士也都相当多会选择在社区 譬如说在某一些院舍里面工作 刚才其实我也提及过 无论注册护士或登记护士 我们其实都有分普通科和精神科 在这里可以多说一点 普通科和精神科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他们的工作范畴是挺不同的 我想大家都 我猜你们会觉得普通科护士的形象应该是比较鲜明些的 我都很想说一下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误地看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 看到其实我们普通科护士就是站在医生后面拿着个牌板 其实不是的 我们日常工作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那可能大部分的注册护士都在医院里面工作 那其实医院呢 其实我们take care的patient 他们那个健康状况 是我们一般称之为比较acute少少的 通常你有病你才会去医院 那他们去寻求一些治疗的方案 那这样东西 那所以在医院里面工作的护士呢 其实一般来说呢 是提供一些我们叫做 nursing care bed side care 那笼统地说呢 就是你会见到在医院里面工作的护士呢 他会帮别人做不同的事情的 可能会洗伤口啊 打针啊 派药啊 帮patient也都去做 nursing care plan 等等的 那当然啦 在社区那里是不是没有护士的 那其实不是的 其实护士 尤其是普通科护士呢 其实在社区呢 也都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的 譬如呢 其实有些护士呢 会去department of health的工作呢 那他们的工作范畴呢 可能主要做多些呢 其实是health education的 那可能有时在街道 你会见到 啊 卫生署搞了一些 booth 那里面呢 就有一些护士在那裡 可能他会跟你提 可能会教你 如何可以预防流感啊 为什么打流感针那么重要啊 等等 所以呢 这些health education的工作呢 我们都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的 那另外呢 也都是有服康的工作啦 那我想都挺容易明白的 譬如 啊 你有家人 啊 不幸这样 OK 中了风 失去了一些活动能力 工作的能力 其实护士也都有个角色在那里呢 去帮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服康的care 那让他呢 可以呢 重新地 啊 啊 经过工作的能力 重新地投入社会 OK 那所以呢 其实简单地说呢 普通科学护士呢 主要其实是处理 啊 一些client physical上的 illness 多一些的 那 那 啊 那 精神科的护士啦 那 相同的 我们也有分注册护士 精神科的注册护士 和登记护士啦 那工作当然是不同的 OK 那你都 我想你都看得出 精神科护士 当然是处理病人 精神上面的一些的需要啦 那我想大家其实都听到很多 就是说 啊 现在都有一个趋势 其实精神病都是 啊 开始有少少 嗯 严重了 多了人有精神病 比如思觉失调等等 那其实呢 他们同样地呢 会在不同的setting里面呢 有个角色在那啦 那 那 同样地呢 其实他们工作上面呢 做很多评估啊 治疗的方案啦 那 亦都会在社区那里呢 譬如会教下你们 怎样可以 啊 预防抑鬱啊 不要孤立自己啊 怎样可以帮一个 譬如抑鬱的病人呢 去复康 亦都是重新投入社会的 那同样地呢 其实 无论普通科学护士 和精神科学护士呢 他都会在 不同的医疗机构里面工作啦 那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呢 其实香港有 不同的公私营的机构啦 那 公营呢 其实就是医院管理局 核下的那些医院啦 那另外一些 精神科的医院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 譬如青山啊 葵冲医院啊 等等的 OK 那另外就是普通科学护士呢 其实他们医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科 有专科啊 那样的 其实除了呢 精神科和产科这些专科呢 我们是要另外呢 再读再考牌之外呢 其实其他你一般听到的内外科呢 都是普通科的护士呢 可以在那里工作的 好啦 今天呢 这个section呢 其实我呢 就主要负责呢 讲学士学位的课程的 那一会儿 那一会儿呢 我会pass给我的同事呢 去讲关于高吉文铣的课程的 那现在我讲一讲 学士学位 我们的普通科 和精神科的课程先 那我们的课程呢 其实是以英语授课的啦 也是一个 其实刚才同事已经提及了 在课程呢 其实是一个五年制的课程来的 那我们呢 其实会安排同学呢 在工营和私营的医疗机构里面呢 去实习的 那大家可能问 啊 为什么是英语的呢 平时我们 接过的病人都是 一般来说都应该是 香港人啦 粗流利广东话啦 为什么要有英语呢 那其实 一个英语的课程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 同学呢 其实是为同学 当然是为同学做打算啦 那希望呢 其实同学呢 所接受这个英语的课程呢 其实是能够涵接到他将来 譬如他对一些的海外的 深掃的课程啊 是有兴趣的 又或者其实他读完之后呢 想考虑啊 我会不会毕业去澳洲那里做Nurse啊 等等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都不希望大家会觉得 诶 是不是真的其实 不需要读英语的呢 其实都不是的哦 我们在 外面呢 其实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你 可能不知道啦 其实我们平时派药啦 读的全部都是英语的 你派的药 药 都是用英文去做一个记录 刚才提及过 我们的同学其实会在不同的机构实习 我们其实都intentionally这样去做 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工营和私营的机构 其实在一个服务的性质上面 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也都在工作的模式上面 也都会有点不同 所以其实同学在不同的机构实习 其实他们可以认识到 不同的机构的运作模式 可以确复到自己的视野等等 刚才同事其实都有略略提及过 我们的Nursing的入学的途径 也都是从两种的途径 第一种就是Zoopas 第二种就是刚才提及过的 直接申请的 我先讲了Zoopas的入学的途径 Zoopas的入学途径 当然就是刚才提及过 就是你们要完成了中学文憑史 而且要符合我们以下的资格 而且要符合我们以下的资格 分别是中英文要有 Level 3 程度 3 程度 3 或者以上 其实刚才同事也有提及过 符合 符合以下的资格 中英文要合格 和两科的A-level也要合格 那你会看到我红色 符合 符合 符合香港护士管理局 是要有至少五科合格 其实它都列得挺详细的 它会说譬如列了就是当中要包括 英文要达到D级或者程度 3 或者以上 以下的任何一科 理科的科目要有E级或者以上 还有第三个一点 你看到我列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以下任何两科要有E级或者以上 以及B part 在第一至第三个项目里面 任何一科要有C级或者以上 那大家都要看回这个requirement 好了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大学的 学士学位课程里面有一些学科 其实我们有一些必修科目 同学其实涉猎的东西都相当多 除了一般你们要学的通识 语文 语及 还有一些其他 比如说是心理学 社会学的范畴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是Nursing specific的东西 比如你们会学 怎样可以评估一个病人身体的状况 我们身体或者精神上面的状况 我们要读Health Assessment 我们要读一些健康促进的东西 比如有些Health Promotion Strategy 当中也都有一些比较high level的subject 比如你们会学管理学 Nursing Management 你们会学research 科研 还有也都需要读到就是中医护理 我想大家都明白 其实香港很多人会批读中医 去做一个alternative therapy 所以我们护士图局也都去推荐 所有的curriculum里面 其实必须要有这个component在里面 当然在课程里面也都要读到一些 专业的专业科目 一般来说都是Nursing specific的subject 比如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学科 是讲到治疗性的护理学 有专业护理 也都有一个综合护理学 同样地精神科 也都有相应的学科 是针对着mental health 另外也都在整个课程里面 其实在不同的时间 同学都会被安排出去实习 那一会儿我有一个schedule 可以大概给你们看一看 那好了 讲到实习 其实五年的课程 那头一两年会轻轻一点的 出去临床实习 那头一两年 其实就会是安排同学 一定会在我们的临床 护理教学中心里面 去做多一点的练习 那一会儿在这个power point 最后其实会有一些照片 影给你们看 我们其实临床护理教学中心是怎样的 那这里又可以讲多一点 其实这个中心 它的布置 好像一个真实的病房的环境一样 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设施在那里 那当中我最想分享的 其实是我们的临床模拟教学中心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模拟人体的模型 那我们会在教学上面 都会用到这些模型 去给同学去看一下 其实它会similar到一些什么状况 譬如它会similar到就是 一个患者的某一些生命的症状 一些突发的事件 那会测试一下同学是否懂得去处理 譬如它突然间呼不出气 响了机 然后那个heartbeat又跌着 那我们很多这些case scenario 其实想去加强学生 学习会理技巧和临床的判断力 那一会儿可以给你们看下 那另外呢 其实一月年级呢 同学会出去社区的医疗机构去参观 去实习等等 其实普通科的同学可能低年班的时候 其实会出去 比如说红十字会啊 盲人服务中心那些去参观 也都会在一些医院的门诊那里 其实去做一个实习的 那精神科 其实它们就会 都很早就会开始实习 那就是精神科的医院的门诊 或者一些nurse clinic去参观 也都在一些精神科的医院里面 开始实习的 那year 3去到year 5呢 当然就比较紧逼一点的 那出的实习的时数 当然也都长一点的 尤其是year 4和year 5的时间 同学就会去到不同的医院去实习 当中呢 会去的是不同的部门 当中也是有专科在里面的 好 课程的结构 其实我们就分三个学期 那我们有秋季春季 和下季的课程 那这就一律 给你有一个picture 那看到呢 其实呢 同学在不同的学期 其实都要上课 和要出去实习 那我都知道 刚才你们都听到 Nursing是年中无休的 那其实呢 那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其实Nursing 是一个profession 你要面对 其实处理patient生死的问题 ok 所以呢 其实在我们学习上面 课程的编排上面 以及护士管理局的要求呢 其实对我们的要求也都高的 那所以你会说 为什么要升课这么辛苦 要读这么多的学分 要不停的出不同的设计 实习 其实都是为了预备 你们去做一个professional nurse 去给到一个safe care 给你的patients ok 那我提及过 四五年级呢 其实出实习的时数 会比较强些 不过 year 5呢 刚才我同事没有提 year 5 summer要上课 因为其实呢 是我们其实year 5呢 都希望同学可以呢 其实我们想跟回 其实其他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就会是 没有一个summer term呢 其实就会提早了给同学呢 同期啦 好像其他大学一样 同期的毕业啦 那同期的申请外面的一些 的护士的职位啦 那所以最后一年呢 大家可能想和他们密集一些啦 但是其实你们都会 按照时间呢 其实会是准时毕业 ok 那和其他大学一样呢 其实就很快就会投入社会的 好 认可资格 其实我刚才都提过的 那就是完成了课程之后呢 其实你是会 你会获得香港护士管理局的认可啦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 是得到他们的认可 那你就可以注册呢 登记成为一个注册的护士的 那同样地啦 你会得到一个 学士学位的课程啦 而这个学士学位的资格呢 其实是已经通过了 我们大学教务会的评审的 好 畢月之后 好像讲得很远啦 那都要给你们知道一下的 ok 那 那 其实呢 真是life long learning 我觉得 毕业只是第一步而已 ok 拿了个 註册护士 或者登记护士的 一个资格呢 其实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 那 之后呢 你会出去执业啦 那一般来说呢 都 普遍同学都会 都会去选择呢 去读一个 碩士的课程的 那也都会有 部分的 毕业生呢 其实他们会考虑去考一些专业资格的 其实呢 是我们一些专专业资格 那 另外就读碩士啦 亦都可以读博士啦 这个我们有一个career 也不是career ladder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你自己的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方向 来的 好 学费 其实刚才同事都略略提及过 不过我想我都不厌其烦 都要再讲一下 那呢 其实我们刚才提及过呢 我们有Juplus的申请 亦都有直接的申请 那我想 直接申请 简单一点 我先讲直接申请先啦 那其实 我们的学士学位的课程呢 其实 一年的学费呢 就是11188元 那你会见到 哇 为什么好像贵人家很多呢 那 那 当然是因为 其实你读的年期 长啦 每一年呢 因为你要上summer term 其实你读的credit 学科呢 其实是多些的 同时间呢 其实呢 你们都 课程里面呢 其实会用到我们的lab 那样东西呢 其实是不同的设施呢 所以那个 学费会贵一点 那另外呢 就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Juplus 申请啦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呢 其实 经Juplus 我们其实是有 呃 刚才说的 SSSDP的计划 以及non-SSSDP计划的 那刚才提及过啦 SSSDP呢 是受政府资助的 你可以得到每年7万元的subsidy 的 那但是non-SSSDP呢 就没有的 所以呢 大家要清楚看得到 那刚才我同事都说了很多 就是 大家 我想我也不再重复了 就是大家留意回 那个number 是SU字头 还是9字头 OK 那大家要observe 那样东西 那也都 刚才我同事提及呢 我也都希望再说多一次呢 其实就是 那个学费上面呢 受资助的呢 其实都是有个requirement呢 是大家呢 其实要是 有一个satisfactory的performance的 那没有影响你的升班啊 等等的 那in case呢 同学譬如成绩不理想 不可以升上二年级 或者因为个别的课程要重读啦 不可以 啊 获准去读一些高年级的课程 那可能呢 他不可以在正常的五年的收业期内 去完成他的 完成他的degree program呢 而譬如 引申有 六年级和七年级呢 那到时呢 其实大家就要留意回呢 因为政府呢 其实subsidize 其实只是 发放连续五年的一个 一个资助的 那如果有第六年与第七年出现了呢 那那一年的学费 其实大家就要去自己交付 OK 那我们都很希望 就是这件事情 可以 大家留意到啦 就是不可以 不想有一些误会 说我们表达得不清楚的message 那进到来 你们才知道 可能知道这件事情 好像晴天霹零那样 OK 那留意一下 那个学费呢 其实里面就不包括我们的lab fee 那下面呢 其实这里有一些电话 那等一下 我最后那个powerpoint 其实也有show的电话 那如果你们有一些information 就是不清晰 可以再打你问的 好 掌学金 好像经常说钱 钱钱钱 那当然要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有掌学金啦 有一些渠道可以帮同学的啦 那譬如政府呢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学生资助计划啦 那掌学金我们有 几个不同的掌学金的 我们有陈均正优议掌啦 蕭智成章有金 还有清苗呢 那边呢 我们也有一些进步掌的 那另外呢 就是同学呢 其实如果面对一些困难 有些financial problem 有些issue的时候呢 其实都可以呢 申请政府的资助和贷款计划的 即使SSDP呢 的同学呢 亦都可以去申请的 好 那我想我交给我的同事呢 讲了高级文堂的资料呢 那一会儿再给点时间 你们问问题 好 谢谢Dr. Choi 和大家简介了我们护理学的 荣誉学士学位课程的资料 那我姓李的啦 是助理讲师 那我现在和大家讲回呢 那除了有 荣誉学士学位课程之外 我们护理学及健康学部呢 还有这个高级文贫的课程 那其实高级文贫课程呢 都分普通科和精神科 两个科目啦 那课程特点上面呢 就是我们会以中文授课的 那是一个两年制的课程 那讲一讲入学条件啦 那入学条件呢 就是需要高级程度回考里面的 一科高级程度 或者两科的高级补充程度 要合格 并且呢 你们的香港中学回考里面的五科合格 其中包括呢 中国语文啦 英国语文要系 课程月的 那又或者啦 那现在最新的文贫词啦 DSE里面的核心科目里面的三科 中文、英文、数学都要达到程度二或以上 那还加上呢 两科甲铝或者月类的选修科目 都要程度二的以上 或者持有同等学历的 那修读的科目方面呢 那我们有必修科目啦 和专修科目 那必修科目里面呢 就概括就有这个 这个护理实务概念 人类生物科学 健康促进 保健语言及传送 综合保健教育等等 这些科目啦 那一定是必修的啦 那另外 那专修科目里面呢 其实普通科和精神科里面呢 都是有这个临床护理学 和临床实习里面 包括在内的 那临床实习方面啦 我们呢 其实就都会安排同学去医院 社区医疗机构实习 这样 包括老人院 这样这些 再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课程结构 那因为这个 这是个两年制的课程 那会见到呢 其实都 一样跟 学士学位课程一样 都是有三个学期的 那就是秋季、春季、夏季 那在一年级里面呢 就第一、二个学期呢 都会在学校上堂 那去到深马啦 暑假啦 就会要出去做个实习 那到二年班呢 就会第一个学期上堂 接着有两个学期要做实习 那这样就毕业的啦 那就讲一讲学费啦 那有两年制的课程啦 那两年的学费大约 会是14万元左右 里面都是没有 包括这个实验式费用的 那详情可以参考我们 公开大学里面 我们的全日制面称 学位课程的网页啦 都同样地啦 同学位课程一样 都会有奖学金申请的 都可以政府方面有关窗啦 和一些要资产审查的财款计划啦 认可资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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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同样地 可以在香港执业啦 那就 立法 畢了业 做了登记护士啦 那接着大家会想想 那接着的路 应该如何走呢 那其实毕业之后啦 那其实登记护士呢 如果想继续再读下去 那其实呢 就 我们 高科大学里面都有 或者其他 一些 课程的机会举办呢 都会有 登记护士 转换课程的一些program 那都是高级文贫来的 从而呢 就进身成为 这个注册护士的行列 那再上啦 如果有了注册护士的资格啦 那就可以继续读上去啦 像刚才刚才说的 那条 我们的career pathway 那这样啦 那进修学试啊 再进一部设试啊 那这样 是啦 博士啊 那这样继续读下去的 可以 那给一些照片 大家看一下啦 刚才 有提及过的银禧学院啦 就是我们新乐成的院校啦 那 会见到 里面有 很漂亮的 Electrofilter 那另外还有课室啊 那样 都是可以用来上堂之用的 那 那这里也是 我们会有图书馆 那边 这边 本身这边都有图书馆 另外那边呢 都会有一个图书馆 而我们护理学的课本啊 书籍啊 其实都主要都会放在那边 因为其实我们 护理及健康学部呢 其实那个 办公室啊 和教学中心呢 主要都是在银禧学院的 是的 银禧学院的九楼全层呢 都是护理学的教学中心啦 刚才提及过的 就是 模拟病房 就是在这里 那同学可以 其实就是在病房里面 进行在 学堂里面 所教了的理论 从而就是 我们有导师 实际的案子 会有一些声音啊 可能 Hardbeat会跌啊 BP会高啊 BP会高啊 BP在说的是血压 那这些情况呢 同学们会面对到 即时作出一些 相关的反应啊 措施啊 去到 train up our同学仔 那个 skills 那 那 除了 general的 我们program上面 所可以 提供到 给同学的 一些设施啊 那些东西 学校大学里面 其实一样啦 我们都是一间大学 都是会有一个 大学的 学生 可以有一个school life 那 其实有 他们可以 会享受一下 学校的club啊 society的活动 和我们都会 到社区会搞些booth 会有 一些活动 可以在 社区层面上去举办 其实都欢迎同学去参加 那 社区活动方面 是 除了一些booth啊 一些 举拜一些 讲座啊 或者一些探访活动 我们都会进行 那 除此之外 那 除了去一些 举拜一些活动 去参加给同学仔 那我们其实呢 都有举办海外的交流团 可以和其他 就是地方的学校去到 进行一些活动交流 那我可以去别人的学校那里 大家互相做一些presentation 那 如果 说回譬如 学位课程来说 那其实 同学仔呢 其实我们会安排 去新加坡 或珠海这等地方 这些地方去交流 如果 问贫课程的同学呢 就会有机会去珠海 和澳门这些地方 那当然啦 这些交流团 就需要自费的 那 那 除了交流团之外呢 我们如果 学位 课程的同学呢 其实呢 我们还有一些 一些international的 一些nurse的conference 可以见识一下别人的外国 一些paper presentation 就是可以去看别人的 一些学术上的交流 那 我们都去过不同的地方 有新加坡 有 澳洲 有 马尔他 亦都有南非 那 都是高年班同学 就是 final year那年会去 那 那 好了 那 是的 都大致上是想说回 如果 就是同学有意思 就是想去做 就是想去实行做护士这个梦想 那当然啦 就来报读我们公开大学的护士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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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 那现在会是个问答时间 和一些资料是further inquiry 就可以抄下 是的 好 大家不用太拘谨了 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 可以 feel free 举手 问问题 的 不 不 不